主开局就被戴上了绿帽子 省时简直当了一年 舔狗曾追上了女神 被过二代几天就抢走 万念巨灰间能人折损了神迹系 内部拥有一万亿密西进攻能人花枪 并且消费金额的1%会自动转成个人财 唯一的要求便是这一万亿必须在密西世界 花在女孩的身上很可能 林青为了测试她的真实性紧忙 来到了市里最繁华的商业节 这时一道熟悉的身影突然映入眼睛 她正是前女友刘亦诚的室友罗亚希 而悬浮在罗亚希面前付二十的好感度 也是林青行掉 别误会我只是想请你喝杯奶茶 这突如其来的话顿时让罗亚希来了兴趣 表示这里一杯奶茶足够你咋供一个月了你起和起 这时伴随着身后排队的人开始大声喝止 林青直接拿出密西卡 是今天全场的消费都有她买的 就说是罗亚希请大家喝的 果不其然这灰金如土的操作顿时 让罗亚希对林青的好感度迅速上升 此刻她也终于肯听林青来找她帮忙的内容 与此同时在商城的另外一侧 刘亦诚正求着新交往的富二代 也没有给他们的名牌包包 这时一道熟悉的声音突然传入耳中 这个包包价值38万是这个店的镇店之宝 不介意她 声音的来源正是林青找来帮她花钱的 刘亦诚是友罗亚希 见此情形不知道情况的刘亦诚便直接开始嘲讽 你来爱马仕陪别人买包 打肿脸中胖子就是形容你这种 然而伴随着刘亦诚的突然出现 一道关于她的逆袭任务也随之被开则 看着比当初罗亚希还低得好 林青真后悔当初自己的真心果然是为了 紧接着她便突然大笑起来 其实我本来只想为罗亚希买一个包的 但既然碰到了你 那今天就麻烦服务员把店里所有的东西 全部包起来都送给罗亚希 男人花费一千万给前女友闺蜜买单 只想让她为其戴绿帽子的行为后悔 起初前女友还以为男人装逼大声嘲讽 直到男人刷卡成功 伴随着销售员的尖叫声传出 前女友这才相信了曾经的群鬼 没有竟真的变成了亿万富豪 而伴随着女友闺蜜罗亚希 对灵星的好组度持续飙升 也代表着逆袭系统任务即将完成 此刻前女友出轨的小白脸还在口出狂言 这明显就是农村爆发户的行为 像我这种富二代都是很低调 这是一个大龄贵妇的出现 直接戳穿了小白脸 我花钱养你你去被地里找小三 真是个畜生不如的狗东西 见到文姐突然出现 王成也不想装了 直接跪下搂住文姐的大腿 表示一切都是刘依诚勾引她的 而文姐原谅她的条件也很简单 就是当着大家的面衫 刘依诚俩嘴巴子就可 面对如此简单的要求 王成根本没犹豫 对着刘依诚的脸变身了过去 并且为了表忠心 还特意等纲米的金链子承起来 见此情形 刘依诚只能死马当活马医 起身来到灵星面前 投出了求助的目光 不料却被灵星直接推开 二手货我是不会再要的 可即便灵星出言侮辱 没想到刘依诚对她的好感度 却不将反省 看来这败金女还真是越打越剑了 这时看到刘依诚离开的 罗亚希变鼓鼓勇气 表示灵星为自己花了这么多钱 都不知道怎么报答 实在不行你就一身相许吧 然而罗亚希却没理会灵星的调性 直接把她带到了一家服装店 还亲自为她换衣服 看着灵星变装后帅气的形象 罗亚希的内心更是自夸自己 真是紧到宝了 时间性来到夜晚时分 罗亚希告别了灵星返回宿舍 此刻宿舍内刘依诚 已经洗完澡正在吹头发 见状罗亚希便紧装 拿出灵星为她们的包装 交给刘依诚 既然是她为你买的 你就拿着吧 说完话俩人还搂在一起 装得闺蜜情深 实则二人却多个怀鬼态 与此同时灵星也回到了宿舍里 恰巧碰到了 与同相识的高年级学长 灵星你的事我们都听说了 要我说你花钱在女人身上 还不如像我们一样 打伤给网络主播 那一口一个爸爸叫的才叫爽 听到学长们的建议 灵星顿时感觉毛色顿开 如果我去直播间狂刷礼物 那么系统任务完成便值日可 穷屌丝意外获得神机系统 成了意外神号 为了能把钱花束去做任务 的变性在这直播软件 起了个网名就叫穷的只剩钱 打开女主播排行榜分件 第一个名字查一查 那恶螺身姿加上绝美面 恐怪不得这么多人给她刷 这时系统突然发出警告 表示做逆袭任务的对象 颜值必须80分以上 所以除非线下见面 否则将不会处分任务警告 话音刚落成主播 长一查的直播间 就有人刷出了礼物特效 而为她刷礼物的人 正是名为徐少的幕后金主 此刻她也是在 为一会儿的PK做战前动物 表示一会儿对方肯定会来带节奏 大家不用管他们 PK开始直接冲就是了 这时不懂游戏规则的 凌星却突然加入进来 想要约主播私信见面的 她直接询问起了 绑一需要多少钱 紧接着因为严谨被打断 徐少便命令查查 把凌星踢出了直播间 所以还在懵逼的凌星 便选择进入了爽爽的直播间 伴随着PK如约而止 查查便开始嘲讽爽爽 连个绑一带都没了 我们人多力量 特别废话的就是了 随即双方积等了怒气后 比赛就这样开始了 可直到快结束了爽爽的分数 甚至连对方的一半都没到 而就在她准备认输 开始做跳舞的惩罚时 一条黄金龙的礼物特效 直接改变了战局 谢谢穷的只剩钱的黄金龙爱妙 可刚弄明白规则的凌星 却根本没有停止的意思 随着手指不断点击手机屏幕 一条条黄金龙的礼物特效 瞬间布满了整个直播间 直到刷够了1600个黄金龙 这才停止 此刻对面的榜一徐少 已经像懵了 要知道那可是2400万华币 她看茶茶直播三年 才刷了300万 反之爽爽 却因为神豪空抢而兴奋地 开始跳起舞来 谁有更是给灵星 直接起了的外号就进前面 而即将赢得比赛的爽爽 也不忘让茶茶做惩罚 但这同样也给了 茶茶在神豪面前表现的机会 随即茶茶便开始表演起了才艺 甚至冒着被封号的风险 也要擦边给灵星看 而灵星也跳到了 茶茶直播间表示原谅她也可以 这三条路你自己选一个吧 见此情形 徐少根本没有欲 很自觉地便退出了直播间 之后伴随着比赛结束 灵星的手机就开始震动起来 无数条私信外加主播的好友请求 便映入了眼影 而作为主播老手茶茶 也开始了舔狗模式 表示自己家就在岩浆市附近 可不可以找时间请灵星吃份陪罪 而灵星为了做任务 也爽快地答应了请求 前哥哥后天见了那么大 新春学校女生宿舍门口 已经堆满了 他们都是听说了笑话失恋 来送早餐想捡个漏 伴随着一阵尖叫声传出 差那间四个大灯便出现在了勇前 出于礼貌 罗亚西只能勉强接受了好 但这下也让追求者误以为勇气 恰巧碰到路过的灵星便一时兴起 开始嘲讽 灵星老弟你怎么才来啊 听说你昨天被刘一诚甩了 但他已经叫外卖了 你明天还是早点来吧 然而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见灵星出现 罗亚西竟直接把刚收到的早餐送给了灵星 尝尝这个早点 这可是利兹法式餐厅的早餐哦 话音刚落 只见刘一诚突然将罗亚西挤 表示自己订的外卖就是为灵星准备的 还特地为了之前甩了他道歉请求原谅 我说过二手货 我是不会再要的 你听不明白话吗 可没想到即使灵星口出狂言 二女对于她的好等度却不尽点声 紧接着为了表示诚意 刘一诚更是想亲自为灵星吃早餐 随即不甘示弱的罗亚西也紧忙蹲起 同样也将早餐递到了灵星底边 下一秒罗亚西穿的超短裙内的风景 便被灵星一览无语 早餐还行 但我个人是不太喜欢红色 然而意识到自己暴露的罗亚西 不仅没有害羞怀 而对着灵星开始分娇 那我以后换个你喜欢的颜色可好 这话一出一旁 罗亚西的追求者顿时一口鲜血噴出 直接被灵星抬了出去 此事也瞬间在校园贴歌上 被同学们疯狂转发 随即听说学校新闻系的人 要来采访自己 灵星紧忙将俩人扔向信的远处逃去 这一下也让本事闺蜜的二女彻底撕破了 不久后躲在角落的灵星 突然收到了一则手机电信 来人正是昨天被灵星狂刷 2400万礼物的网络主播叉叉 钱哥哥 今晚7点半我在沿江机场上飞机 你会来接我吗 一大哥狂刷2400万私下会见当红女主播 却被莫名男粉丝结足先登 虽然两人是第一次现象见面 但男人的装束让女主播一眼便认了出来 而听到女主播对男人的称呼后 一夜消费千万被称为亿万神豪的灵星 瞬间就让男粉丝就认了错 并且震惊了还不止他一遍 就连女网红茶茶也没想到自己的榜一大哥 如此年轻水气 伴随着茶茶的出现 系统拍发的逆袭任务也宣布正式开始 就在这时不远处又有人在呼吁茶茶的名字 来人同样也是在茶茶直播间消费过的赵总 然而在听闻灵星就是茶茶的榜一大哥 穷得只剩前后 赵总便开始试探表示自己那个五比多万的车 一行人只能选择乘坐赵总的车前往饭店就餐 然而当他们到达酒店后 灵星这才走起 表面上茶茶说的只是请请灵星吃饭陪酒 但实际上这一切都是他线下维护消费者的手段 并且在饭桌上赵总还因为灵星没有坐降 一直在出言试探他的身体 而得知灵星的全名后同行的人都表示在 岩江根本就没有姓名的富豪 听到这里坐在旁边的茶茶也开始怀疑 难道他只是个爆发火 拥有的财富都在那天刷给了我吗 这时灵星显然也看出了茶茶对自己的疑虑 随即他便表示岩江的那些富豪根本就入不了他的发言 紧接着更是在一众嘲笑声中一把将茶茶搂入怀中 茶茶你喜欢什么车 我现在就去给你买 话音刚落不明所以的茶茶出于礼貌 只能随便说了一辆基本乱的法门 而灵星也没有任何废话直接起身离开了分店 半个小时后就在大家都以为灵星已经尿顿跑路的时候 突然一阵强光袭来 灵星的身影便出现在了大家的视野中 并且还带来了数十台限量款跑车 随即在大火震惊的目光前 灵星缓慢地走到茶茶面前 表示他选的那辆车太便宜才记不住 保时捷4S店最贵的跑车才勉强值得我出手 说完灵星便拿出了逆锡卡 下一秒3200万的消费提示 因让全场瞬间压缺无声 此花了3000万为当红女主播买法拉利 只为博得女人一笑 但女主播却不肯放过这次机会 非要让男人和自己去试车 顺便找个没人的地方感谢她 车上女主播茶茶突然拿出一支笔 让灵星在她腿上牵着名 可当灵星聊起她的裙子后 却发现名字其实早已经被茶茶提前写好了 这次是写在腿上 下次写在哪里由灵星哥哥决定 怎么样还满意吗 话音刚落灵星便刚大的直接任茶茶停下车 表示自己还有事要忙让她先回酒店休息 这时一阵手机铃声突然响起 来电正是以前的高中同学 邀请灵星参加明天的同学聚会 而听闻参加的人李竞还有曾经的笑花谢灵轩 灵星便立刻答应了聚会请求 第二天她很早就骑着小摩托来到了聚会场地 恰巧碰到了这次高中聚会的发起者 缝闭人 原来这家高端酒店就是她建开的 所以她根本就没理会骑摩托的灵星 伴着鳄鱼凤城便向着会场走去 就在这时灵星接到了罗亚西的等信 表示今晚能不能一起吃个饭 因为过两天她就不方便了 我今天要参加高中同学聚会没时间 不方便是你大姨妈要来了吗 那你注意点记得多喝热水啊 而听着灵星关怀的话 罗亚西对她的好恳度竟然又是隐生了两个百分点 这一下也宣告灵星完成了系统派发的逆袭任务 所以为罗亚西花费的1100多万的10% 便进入了灵星的个人账户中 而且个人属性也获得了提升 还额外赠送了一次抽奖机会 但抽奖后出现的三条选项顿时让灵星感到无语明焉 索性先把此事放下了眼前 先去参加同学聚会才是重中之重 不久后当灵星来到房间时 出于寻找猎物做任务的本能 她便开始寻找笑话向雨轩的踪迹 可换来的却是满堂嘲笑 我说灵星你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吗 夏雨轩的家族是岩浆市里有名的富豪 在这里想必只有冯碧莲才有机会上手 你就别每日做梦了 话音刚落伴随着房门被打开女主角沈亮登场 抱歉有点堵车 没耽误到大家的养性吗 此花了250万请来了世界等出 同学聚会上完全彰显了自己的实力与财力 却唯独只给他配备了馒头闲材 只因他抢走了曾追求几年都没成功的笑话 然而此刻灵星也没想理会男子的刁难 只是拿起手机看着自己被人拽进了一个富家子弟群中 但灵星明白手里的逆袭精是不允许花在男人身上的 所以为了表示诚意 他就随便在群里找了一个女生 直接转给了他1888万作为见面 这一下也彻底让群里的人战争 其中一个名为高调太子爷的人 更是邀请灵星有时间一定要点美来灯酒店王的 而说话的人也正是刚刚还在故意叼嫩灵星的美来灯太子爷冯碧莲 不久后吃完饭的众人便被冯碧莲带到了顶楼KTV 作为同学聚会的发起人 他还承诺会介绍岩浆的富豪给同学们认识 这是一个服务员突然找到了冯碧莲 表示坐在角落的灵星要点一瓶价值部分的红酒询问冯是否同意 而当同学们都用质疑的眼光看向灵星时 灵星却表示这酒有人请我喝 不用你付钱尽管上就是了 见此情形以为灵星装冤顿头的冯碧莲便心生一己 直接为其开了一瓶价值25万的酒王 请你喝酒的人要是付不起这钱 你去山西挖门也得等钱还上听明白了吗 话音刚落曾与灵星相识的车子便来到了包房内 随即根本没理会冯碧莲的笑脸相迎直接坐到了灵星旁边 不好意思啊钱总还让您等我这么久 我自罚三杯就当赔罪了 这时在场的所有人才恍然谈 原来这几天在网上被疯狂转发的富豪钱总竟然就是灵星 而相比于不怎么关注网络的消化信息轩 最为震惊的还是冯碧莲 想着刚刚自己对灵星的恶劣态度顿时冷汗时猫 今天全场的消费游往哪里 大家尽管挑最贵的 一个女孩半夜十二点不回家竟在马路边哭泣 原来她只是想再次等候其男友回来想她借钱 可听完钱女友借钱的理由男人却直接笑说声 一路往代买名牌到期后竟想着让我 你还真是拿我当二逼了呀 此话一出灵星在刘依诚心中的好感度变成了二十 可即便如此灵星也没惯了她 天下美女千千万 纵使自己现在已是亿万神豪 也不会把钱浪费在这个争议身上 第二天一早灵星应罗亚西邀请正准备去军 途中为了花钱做任务 她便再次登陆了斗云平台账号群的指示 而见到前总光临直播间茶茶本想先得生招 主要还给她的确实一套组合群 有十个 一百个 三个 一瞬间茶茶的直播间便被土豪专属礼物特效正面的评论 直到刷够了三亿华币这才被平台强制停止 震惊之余茶茶本想着为灵星来的一对一会人专行节目 不曾想灵星直接潇洒转身离开了直播间 而就在灵星庆祝刷了三亿自己会得到凡线三千万华币时 茶茶却少女星爆棚认为灵星是不是爱上她 紧接着又突然揉了揉脸 想着男人都是不可靠的 灵星只不过是自己的一个提款机而已 我是绝对不会喜欢上她的 画面一转灵星已经到了聚餐地点附近 这时一阵吵闹声突然传来 原来是追债的人找到了刘一诚 因为刘一诚欠钱不还一拖再拖 惹得这群精神小伙直接选择用墙准备让她肉炒 而就在他们刚把刘一诚绑上车时 司机便被突如其来的一拳捞逼了 拿着这八十万赶紧滚 见到灵星出手不凡精神小伙便也没想到纠缠 将钱收起来留下一句混话便使离了现场 而看到灵星竟然出手相救刘一诚本喜的出言感谢 不料却被一句以后别来缠着我就行给憋了回去 但经历了如此多事情的刘一诚也暗自信定决心 今后一定会用行动来弥补这三年来对灵星的伤害 不久后灵星便来到了聚餐地点 但她却没料到罗亚西口中的美食饭店不是她家 可此刻却容不得她多想 看着罗亚西那极为简单的穿着 一时间笔血竟直接涌出 然而说归说闹归呢 没想到罗亚西的厨艺还真心那么美食 饭后一盆丁香花突然引起了灵星的主意 听刘一诚说你喜欢丁香花我就不疑 而罗亚西突然来这么一出温柔香不惊任灵星等一阵警觉 按理说这种拜金女不应该哄自金谱 今天怎么变得这么温柔贤惠 我从小父母离异 所以便认为只有钱才能给自己安全 直到我遇到你之后 我才明白并非所有男人都一个人 而且虽然我谈过几次恋爱他们都有保护好自己 而听到罗亚西突然的深情告白灵星这才恍然到 因为罗亚西对灵星的好感度经过了90年 那就证明他已经爱上了灵星 但此刻即将到手的肉却没理由不吃 这时伴随着罗亚西的一声娇和 灵星在征求了她的意见 刚准备把罗亚西扑倒 却被一道熟悉的声音突然惊醒 而声音的来源正是她的室友周童 吃听啪的一声脆响 周童的女友便在大厅广众之下哄了解 出门询问情况后这才了解她 原来是女友陈娜娜相中了一套8000元的护肤品 因为周童没钱了 这才生气出头 这时身后跟出来的罗亚西 却表示陈娜娜最近刚交了个眼前名 而消息是从他们的姐妹群传出来的肯定没错 听到这里为了安慰周童 灵星便决定帮她一把 紧接着便吩咐周童先隐落陈娜娜 而后又让罗亚西去姐妹群调查那小白脸的情况 我们今天就看看她陈娜娜的真面目到底是什么 男人因为得罪了人难过到开玩房都没把她打枪 但往往事情的转机都会出现在一瞬间 所以就在她打开电话争取到的机会后 那一股脑的兴奋甚至比一平稳的都管得 这是一个包含了所有岩浆市富二代的微信群 而今天群里唯一一个亿万神豪竞争消息想借个生产 但让冯碧莲万万没想到的是 自己竟然利用了银乐广场的地理优势脱引而出 而为了进一步缓解两人的关系 冯碧莲便直接带着女友找到的灵星 可她女友怎么也没想到冯碧莲口中的亿万神豪 会是眼前这个穿着极为普通吃着地摊粉的学生 经过一番谋划后发面来到银乐广场前 此刻周童已经按照约定将女友陈娜娜约到的广场 另一边罗亚西也按照计划 把小白脸同样约到了银乐广场 而在两人见面的一刹那果然被现场抓捕 但让周童更为气愤的 还是女友近Pete的一个中年党师 见奸情败露陈娜娜索性也不再隐瞒 表示自己不想跟着她过苦日子 今天便正式分手 这时就在大叔利用商场VAP的身份 要求保安赶走周童时 伴随着一道风鸣声传 冯碧莲就这样装逼登场 而大叔显然也注意到了冯碧莲 可就在其刚想上前握手打招呼时 不料冯碧莲竟直接忽略了她对着周童拥抱而去 就连冯碧莲的女友也延起了气 意味在周童身上后还不忘调侃陈娜 就你这种货色也配让周总为你花钱 而此刻周童也明白了 这都是室友灵性为她筹红的一场发起 索性便亦不做二步修演了下去 而就在大叔准备暗自宴下福果室 却万万没想到对于他的惩罚还与布置这些 随着一辆辆豪车都停在了大叔面前 让他震惊地莫过于下来的人 竟全部都是岩江市各行各业的富二代 而且目标还都是情人的门友周童 至此一代岩江市建台台 就这样被剥夺市场宣布了死刑 事后林欣为了等谢众人帮忙 便决定请客去了音乐广场顶楼酒店销费 然而宴会上却唯有一人一职不言一语 他就是锦家千金锦西岩 只见他突然起身信前走去 紧接着便来到林欣身旁请求他可否投资给自己 而伴随着蒋西岩的出现 新的系统逆袭任务同时获得深信 当蒋西岩对宿主的好感度高于90点后 系统将自动缓黄花费在他身上的部分之时 逆袭经作为宿主个人责任 因此在面对蒋西岩想要原划工业新店的提案 林欣根本想都没想到答应 并且一出手就是武艺 还扬言如果不够随时找当店 时间先到第二天一早 此时健身房里蒋西岩正和闺蜜夏宇轩聊着投资的事 而就在蒋西岩的决心定要研发成功时 电话另一端夏宇轩的母亲突然走进 表示一会要来博物馆是曹家袍工子 为了我们博物馆的前途 你定要和他亲近一些知道 孝花宫廷竞争抢博男友 不曾想半路生出个程咬金 美女主播上演校园飙车拯救榜一块 你信不信这腿我连完三天都不断泄气 就在刚刚室友因发烧不能去坚持 便拜托林心去顶一天博物馆保安馆 而林心刚到岗位便欣赏了一出亲父梦女的好戏 因为博物馆资金链断裂急需融资 为此馆长特地邀请到了曹公子来投资 而曹公子唯一的要求就是要赢取馆者之女性宇轩 随即在父母的威逼力右下 夏宇轩颤抖着就要在合同上签署自己名字时 帝王林心突然审量登场 直接将合同一笔私伙 出十亿 这个博物馆我满了 这看似吹牛逼的行为顿时让众人都愣住了 直到林心真的刷出了十亿现金 几人这才相信眼前的保安原来是来真的 时间线来到第二天一早 因为昨晚林心和夏宇轩通宵畅谈没怎么睡觉 以至于弄出了两个黑眼圈顶着疲倦来上课 而当罗亚希和刘一诚看到后竟同时来到了林心身边 缺少睡眠可不好不如直接翘课去我家休息吧 我说罗亚希你能别出馊主意吗 林心等下我坐你旁边 这样你就可以整着我的腿休息还不耽误听客 而见到刘一诚死性不改林心刚想出言呵斥 不料刘一诚竟开始当众表白起 我明白之前我做错了很多事才弄丢了你 但如今我只想痛改前非加倍爱你 三年前你曾亲手做了999个指盒将我追到手 如今请收下我为你做的专属指 让我们重新开始吧 这时幸好上课林声及时传出 才阻止了一场即将发生的战争 然而即便是下课后两女确认对着林心不依不容 索性查查及时赶到这才几个人为之计 我们这个姿势是不是有点太奇葩了 但该说不说这大腿躺上去确实得进行 另一边刘一诚眼看着林心被陌生女子抢走 这接二连三出现的情敌让她直接痛起了决心 我可是林心的前女友对她的喜好一清二楚 林心咱们走着瞧 你只能是我的 这时伴随着刘一诚对林心的好感度超过90 之前为其花费的80万逆袭金的粉丝支持 也同是进入了林心的个人照顾中 在身体全属性全面升级 奖励技能三选一的界面便弹出 但可能是因为花费的逆袭金太少导致紧命都是低级 所以林心便排除了两个鸡类选择了游泳精通 然而林心的种种作为却被有心人看着眼睛 此人便是岩浆大学学生会会长位正好 接二连三的美女环绕让她极度心被增 随即便以学生会会长的身份 对林心扰乱校原封器做出了处 而惩罚就是让林心清洁一个学期的游泳池垃圾 但这惩罚在林心看来却是变相的解 毕竟游泳区域内可变地都是衣着暴露的小姐姐 这是游泳队的对话 很多男同学来学游泳都是为她而来 但她都置之不理 唯独却相中了一个做保洁的男孩 原来就在刚刚小鱼正进行着潜水训练 不料左腿竟然抽筋了 而在外人看来小鱼可能是在练习某种技术动作 但实际上此刻她已经另悬一线 幸好这一幕被林心察觉到 只见她扔下拖把突然跳进游泳池 下一秒便把系统刚刚强力的游泳精通展现了淋漓静止 眨眼间便来到了小鱼溺水的地 可即便自己溺水了面对陌生男子的抚摸 小鱼还是等于地挣扎起来 直到确认了林心并无恶意这才安静下来 被救上岸后两人都以惊提力尽 然而面对林心善意的询问 小鱼竟面色红润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但在场的众多见证者却没闲着 林心见义勇为的事件很快便被发布到了网上 此刻最为愤怒的莫属于学生会会长本人 林心你等着 我要让你彻底玩 几天后画面来到校园舞会现场 小鱼本想寻找林心来为她就自己来道谢 顺便要个联系方式 不曾想刘一诚却提前一步找到了她 我是林心的女友刘一诚 我家林心就是为人善良爱帮助人 所以说就你也是随手帮忙而已 你就不用找她道谢了 今晚她忙着和我约会那劝你还是尽早离开她 这阴森萤幕下的小鱼紧忙转身向着外面跑去 而此时还在路上的林心还不知道一场专门为她准备的大戏即将上 此刻她正看着手机中班长邀请她来参加舞会的消息 不料危险已然僵致 黑暗中一道陌生身影拿着板砖突然对着林心砸去 不料达到的却是一道残影 咧着她的一声脆响 自此的脑袋竟反被磕在了地上 原来这小子是小鱼的狂热追求者 听说泳池救人的那一幕极恨之心被增裁来暗散林心 我说哥们救你这种选手还是死了心吗 垃圾就该扔在垃圾场才对 此时另外一边校园舞会正在进行中 见到林心步入会场 罗亚西紧忙抢先一步邀请林心跳舞 两人的绝美的舞姿瞬间便成为了全场的焦点 这时只见学生会会长魏正棠突然拿着酒杯找到林心 我听说了你泳池救人的壮举 今天我代表所有学生敬你一杯 而目光在酒杯上停留片刻后 林心便没有迟疑当众一口嗑了下去 紧接着会长在露出一副邪恶嘴脸后 便邀请林心单独去会议室谈话 而在两人到达会议室后 打开门竟发现小鱼正面色红润的昏睡在沙发上 林心刚想上前查看情况 摇摇晃晃监静也昏了过去 视频监控已准备就绪 林心这次你就好好享受没要带给你快点了 不久后魏正棠便来到了北厅营幕中央 因为林心同学希望通过营幕发表点 所以大家请鼓掌欢迎他现在来讲话 就在这时荧幕里突然传来一阵阵羞羞的声音 下一秒沙发上两个赤身裸体的身影 便出现了众人演奏 天哪这林心到底在干什么 这可是直播要猥琐难真的太恶心了 看着群情激昂的众多学生们 魏正棠刚想迎他们所求去当场捉奸 不料却被一道笑声突然打断 我就是上了个厕所 你们嚷嚷着让谁退学呢 学长给学弟喝了一杯带有魅药的酒 只为陷害男孩侮辱女同学使其身败名利 一幕幕修修的画面被监控全部揽收在内 不曾想男孩竟然离猫换太子 就在十分钟前林心假装要性发作昏了过去 在魏正棠走后便利用被动技能解除了魅药效果 但每次使用技能都会伴有12个小时的冷却时间 可小鱼显然短时间内不会苏醒 所以林心便把他放到了女厕所里来躲避追踪 紧接着他又找到了刚刚想暗算他的人 在为其喝下剩余的魅药后 一场他与冲气娃娃的战斗便开始上演了 画出球到舞会现场 见到林心竟突然出现魏正棠本能的喊道 不可能 我明明看到你躺在小鱼身上 可话音刚落他便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 而就在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魏正棠身上时 只见教导主任突然冲进了会场 表示身为一个普通学生竟敢当面质疑学生会会长 魏正棠心许只是认错人了很奇怪吗 这时见到孙主任突然出现一群学生会会员竟又开始集体发声 让林心退学的声音瞬间此起彼伏不绝于耳 可他们万万想不到林心早就知道孙主任已被魏正棠收买 因此他的后手便是请来了岩浆大学校长清零现场 而孙主任当出现第一件事就是给了孙主任一股仗 魏正棠收买孙主任的行径破坏了学习声誉 我现在就宣布给予两人退学和开除的处罚 不久后林心来到了女厕所本想带着小鱼先离开 这时厕所外突然伸进来一只手上里面喷了几下遗物 下一秒失去被动技能的林心便在刘一诚亲眼目瞳下昏了过去 紧接着只见刘一诚突然坐在林心腿上并撕碎了时 目光微柔地看向林心 竟然直接来了的女尚未上演离间大喜 用力时还不忘看向小鱼嘲讽 睁大眼睛看清楚林心已经是我的人了 你将永远得不到她 就在这时昏睡的林心竟突然将刘一诚抱起 调转方向间 直接利用动物本能开始了主动出击 等再次苏醒时 看到眼前的一幕已经懵逼了 直到发现了地上的迷药这才反应过来 这封女人竟然利用我解百毒技能冷却适应我 非得给你留点教训不可 这时兜里的手机突然响起 原来是船总邀请她去参加游艇派对 因为刚被侮辱想散散心 林心便答应了邀约 舞会结束 林心回家路上偶遇了一个女孩被欺负 可仔细听了几句便发现了女孩乃是风尘女子 但显然看女孩的态度此刻是不愿意的 本正日行一善的宗旨 她便喊住了几个精神小伙 然而看着林心单枪匹马想英雄救命 几个精神小伙根本没犹豫挥舞着拳头穿她起来 而就在女孩准备出言阻止时 直到林心三下午除二就将几人解决了 这时就在女孩蹲下查看几人伤势的一刹 系统任务提示声突然传出 检测到高颜值女性开启逆袭任务 但由于沈奥东封城女子的打扮 林心就没有打算去做她的任务 听我拒劝找份正经工作吧 这份工作不适合你 说完便离开了现场 可让林心没想到的是她前脚刚走沈奥东 便一脚踩在了精神小伙子头上 嫌疑员已被制服通知四组准备收网 时间线来到第二天夜晚时分 船总在将林心送到邮轮上后就有事先离开了 而第一次面对如此奢靡的场合 林心一时间竟不知道如何下手 左倩先去喝一杯饮品缓缓 心情后再说 没想到竟再次碰到了出任务伪装成服务生的神警官 换工作了吗 做服务员挺好的 最起码比你之前的工作有钱 然而林心话还没说完就被突然打断 随即只见沈奥东被叫到了黄毛男生前 我今天想玩点不一样的制服又或者不错 钱拿走你过来好好服务我听到了吗 不好意思这位先生 我们这里不提供特殊服务 妈的你个服务员也敢顶撞我 我不是服务员是船总让我来晚的 而听到林心回话众人竟突然笑了起来 为首的金总更是扬言连邀请函都没有 还说是船总邀请 现在你们要是不跪下给我道歉 我就教教你什么才是有钱人的游戏规则 男人受邀参加邮轮宴会遭质疑 恰巧宴会主人电话无法接通 穷逼要不你把邮轮买下来吧 这样就不用你下跪道歉我们一起给你跪 可黑老大忘了没想到男人进一口答应 并立刻叫来船底 随便开个家 今天你们不下跪就是我儿子 然而就在即将签订合同时 林心却停了下来 这刚大的一幕顿时惹得在场 所有人嘲笑出声 但林心却没在意只是表示自他签过人 是因为要签字的另有其人 好我刷自他签 这传我送给他 这逼装的刹内间让众人都懵了 唯独逼王林心一人独醒询问着你还叫什么 然后伴随着刷卡成功四个字传出 众人这才明白自己刚刚惹了个什么样的错误 这时只见黑老大身旁突然冒出个人 紧接着他便躬身以免便生意为酬劳请他做主 而面对这极致诱惑那人自然没有拒绝的礼 与诺后便向着林心走去 我叫韩彪 道上的人都称我为韩老大 这位少爷怎么称我 我姓林 听完林心回答韩彪本想邀请他赌两把去被林心一口回局 就连沈奥东也出言提醒林心此人爱出老千不要和他都 不曾想把音刚落林心瞬间双眼冒光 立刻叫住了韩彪还表示赢不敢保证 输却有决心 紧接着还提议让沈奥东帮他马牌 想着如果输二十亿就能反现两一时间竟笑出了沈 而由于沈奥东还不想冒露自己警察的事 所以只能听从林心的吩咐做到了赌桌前 随后事情果然如他所愿 可就在林心刚把兑换的二十亿筹码输掉时 还想继续做任务的他竟被沈奥东一把薅住了锅里 拽到屋外后直接将其壁咚在墙 疯了吗 我都说了韩彪是赌桌高手 就算再有钱也不能如此任性 那个发牌女郎就是他的徒 桌子下自带感应器 所以你根本无法引动 然而面对沈奥东的劝解 林心却显得异常伞 好那就听你的我们不晚了 我这就带你回去教训一下这帮赌人 而当林心再次回到赌桌前 便突然把手放在了桌子上 下一秒伴随着一到三等级内力爆发间 结束发力后便把手收了回来 这把我们玩个大的 咱俩一人出十一局定胜负 你看如何 话音当落只见韩彪根本没犹豫 便把筹码推了出去 然而当服务员发牌时却发现端倪 随即便紧忙传音点 韩彪不是看音器失去了 可是到如今韩彪只能硬着头皮选择赌赌赌命器 不曾想竟然还真的输给了林心 而就在韩彪起身暴怒的同时 一群警察直接破搬而入 将以韩彪为首的一众匪徒带走 卧底使奥东便开始四处张望搜寻着那道身影 可他却想不到林心早已逃之夭夭 生怕自己也因不过被抓 与此同时在沿江大学女生宿舍内 此刻罗亚西正盯着手机埋怨林心不理他 这时只见刘依诚步履蹒跚地走了进来 坐在椅子上便开始捣鼓着累死了累死了 诚诚你怎么了 看起来好像被人家傻了一样 都怪那林心 没想到他平时嘶嘶文文的干的是竟然猛如豪牛 而且还要角色扮演你看看他给我梦了 而起初还不相信的罗亚西 再看到了手掌印后直接沉默 紧接着都没有换衣服便向着门外披去 不久后他便来到了男生宿舍的门口 此时罗亚西也明白如果刘依诚说的是真的 再不主动出击的话定会失去主动权 可他也没想到这一等就是一想 直到第二天早上才等到整夜未归的林心 而在罗亚西看到林心后竟直接扑了上去 随后便灵光一闪脚装晕了过去 见此情形林心也只能将他抱起送回了家 不久后林心将罗亚西安顿好刚想起身离开 不料竟被罗亚西突然一把抓住 看你神情是不是这几天累坏了 我给你按个膜吧 紧接着根本没给林心拒绝的机会 罗亚西便把林心骑在了身上 而这久违的舒适感也让林心迷里乎乎的沉睡了过去 再次醒来时间已经来到下午 看着手机内车总发来的让自己取车的信息 索性客也不去上了先看看车顿说吧 车站豪车千千万 各种车模式真好看 就连老外也来寻求艳遇 可颜值再帅终究还是抵不过钞票的吸引力 就比如眼前这个让销售顾问扔下老外不管 正是连车展老板女儿和经理都要时刻陪伴左右的富豪史丁 看着身旁经理上男子追附加千斤的好戏 林心也没想那么多只是要了杯水喝 没想到这车展有吃有喝还真是不错 就连哈根达斯的冰淇淋都是免费的 可看着林心穷屌丝的模样 服务生根本没想搭理他表示冰淇淋没有了不好意思 但让林心没想到的是他前脚刚想转身离开 面对老外的要求服务生竟无中生又乖乖地把冰淇淋递了过去 并且不只是针对他 任何华人去索取都会被敷衍了事 这有色眼睛带的顿时让林心火冒三丈 我和这三个女生要冰淇淋就没有 而老外要就有 怎么你们的冰淇淋还要看人种 面对询问起初服务生还算礼貌只是微笑 拿着欠你 随后看着林心没有打算停止的意思便瞬间变了负嘴脸 这时不远处的史蒂芬几人也听到了争吵声 为了彰显男人本色 徐坤便自告奋勇走过去 有什么问题吗 人家外国人有钱你有吗 随后听着林心说自己是来提车的徐坤更是笑出了声 你感觉这里有低于一百万的车吗 说假话都不打草稻劝你还是赶紧滚吧 见此情形林心也明白多说无意 随即直接亮出了代表身份的钻石VIP卡 现在能安静的听人说话了吗 话音当落只见车梦云突然跑过来抱住了林心 表示他爸说了你可是重要嘉宾 等会剪彩还要占C位呢 随后听着自我介绍林心才知道车梦云是车总 而未表成一车梦云直接当众训斥了徐坤 并且还让他当场将这两名戴有色眼镜的服务生给予开除处分 看着林心仍然不高兴的样子车梦云甚至提出建议 如果还没消气可以让保安把他们一顿再将气轰走 见状林心紧忙阻止了他的建议 随后两名服务员便紧忙屁颠屁颠地向着远处逃去 宝若神豪穷的只剩其亮相车展以后美女旁观 情敌一怒之下找来大佬及其双方财富比拼大战 钱总是吧 我叫史蒂芬 听说你家财万贯灰金如土 我怎么就感觉有一股庞氏骗局的味道呢 这陌生词汇顿时惹的林心一脸问号 直到听着车梦云解释才明白 这老外竟然说他骗人投资以空手套白狼发家 此话一出就连观众都对林心产生了怀疑 可林心却丝毫没有在意别人的看法 情急之下史蒂芬只能把枪口对准的三位女生说他们就是林心的妥 这一下也彻底将林心激怒了 史蒂芬是吧 今天我就陪你玩玩 而比试的内容很简单 只要林心能够证明他比史蒂芬有钱就行 听到这里观众们不由地想到了史蒂芬魔祖五大汽车经销商之一的尊贵身份 可林心却没管那么多 只是叮嘱史蒂芬如果输了别忘记承认自己专门割滑国人韭菜就行 面对这极度侮辱的阻约 史蒂芬也没有废话直接当场免费送了一辆价值1000万的豪车给陌生路人 然而因为史蒂芬汽车经销商的身份 车梦云本想替林心名不停 不料却被林心突然打断 车总展区内的2000万超跑不错 就送给这三位女生一人一辆以安慰他们被污蔑的精神伤害吧 这一出手便是6000万的行为再次刷新了众人对土豪的认知 而随着三辆车被送出 两人送车比拼财富的游戏也渐渐被推向了高潮 一直到助理提醒史蒂芬已经亏了几千万 他这才停了下来 但看着林心那副嚣张嘴脸他又狠了很心 直接把压箱底的4000万限量款跑车摆上了货架 见此情形林心刚想转身向远处走去 却被史蒂芬嘲讽到 怎么了想跑呢 要是你找不到与其匹配的车就算你书听明白了吗 而因为整个车展似乎只有这一个在受限量款超跑 对此众人都已经对林心怕了死心 故曾想林心竟然走到了一辆专门用来展览的劳斯来撕根起 这尴尬一幕顿时惹得史蒂芬开始大声嘲笑 那时展览用的不对外出卖你的巢种快点认输吧 这时只见车总突然从人群中杀了出来 真不好意思未经您的同意就把车摆在了展区 您现在要试车吗 话音刚落听着林心的回答史蒂芬再也忍受不住一口老血吐嘱 不用试了我信得过你 而且这车我已经临时决定就送给孟云当见面了 好赌其消费八千万送好车 只为博德陌生美女一笑 任赌服输老外甘拜下风 只是赌约太重一时间竟难以开口 可面对众人见证压力太大他不得不履行赌约 我就是个飞行企业家爱搁华国人的韭菜 奉劝大家不要重洋内外警方上当受骗 这是面对着真话从无耻汽车经销商的口中说出 惹得已经购买过外国品牌汽车的同胞瞬间暴露同仇敌凯 而主人公林心本想装个逼演讲一番 却被一阵手机铃声抵断 但车梦云面色红润间势必要抓住这次机会 林心哥哥我能不能约你去 可他话还没说完就发现林心已经离开了现场 气得他恨自己优柔寡断直接对着清哥就是一拳 不久后只见林心站在原地四处张望 而他的目标正是刚刚接受他投资的创业者 林宝真不好意思学校要求大四学生出示实习证明 所以才想到麻烦你给介绍个工作 而阎宝本想给林心高兴做管理层却被一统规矩 并表示他只要做个底层员工就行 时间线来到第二天一早 公司将有新员工录职的消息令所有人都在搅手一盘 尤其是主管游武听说了其中一个是总裁介绍的 更是一马当先势必要抢先一步抓住这个跳篮 可他乱乱没想到自己开局就输了 看着许文盲戴着劳力士手表便认定了他就是总裁推荐的 可实际上许文盲只是有个身居公司高层的爹 因为公司不让亲属在一个部门这才被安排到了这里 随即安排完工位后只见游武先是拿着一踏的报表交给林心 但却只给了许文盲一本超薄的报表 见状林心本想出演表达疑惑不乱 然而却被一句领导安排四个字给掖了回去 并且过分的还在后面 听到许文盲有问题游武紧忙走上了起来 而且还时不时地利用他窈窕的身姿勾引着许文盲 最气人的是当林心加班才把报表弄完上交 这女人竟直接当着林心的面把劳动成果给了许文盲 适可忍孰不可忍 看着游武一副有恃无恐的样子 你就不怕你的样子被总裁看到了 算了希望你可以一直保持住这副桀骜不驯的样子 画面一转下班时间 此时许文盲正邀请着游武共进晚餐 见状游武自然不能错过和他再进一步发展的机会 就在他原地等待许文盲胎车接他时 看到林心赶来还以为他要献殷勤 表示不要想着癞蛤蟆吃天鹅肉 你这个样子做我备胎都显脏 不曾想话音刚落林心镜根本没理他 只是将电瓶车取出 这时恰巧许文盲开着跑车赶来游武便再次发起了公事 想你这辈子也没做过超跑 这次看在我的面子上就让文盲烧你一段过过瘾子 然而还没等他的话说完 林心便一脚油门突然加速冲了出去 顺势也把挡路的游武撞了个四眼八叉 他喵的林心给我下脚办事 要是不把你赶出公司我都不信你 降着老八十公司高层 就想欺负新来的员工给他穿小鞋 要求他单独一组三天内交出方案 成了奖励八十万不成就要被辞毁 可本想着林心会因此苦恼 不料他却显得一场淡定 甚至在大家都选择每天加班赶方案时 他都踩着点准时下班 原来因为系统曾奖励他智力超群熟悉 完成一个方案自然不在话下 但对林心身怀怨恨的组长游武 却以为他在故意买 直到利用林心上厕所的工程 偷看了电脑上已经做完的方案 这才很难大 那对产品的精准度以及切入角度 都令游武为之赞叹 但同时他也明白 如果让林心把这套方案提交上去 几个精神会归他 随即在林心回来时便利用组长权力 让他在汇报前先去打扫 随后再把林心的方案 全部复制粘贴到了自己的电脑之后 又提前补签约商约到了闭会议室内 归属明忘记修 所幸签约商此刻正与他老爸商谈 这才赌过一几 而后再听说了许文盲是麻省理工毕业之后 签约商更是给出了他极高的评价 表示方案一点问题都没有 现在就可以签合约 故此就在即将落笔时 林心突然吵一颈 你们盗窃别人的方案 还把我骗去别的会议室 还真是不要脸 而见到事情即将败露 许文盲老爹突然集中生智 表示他的手表丢了要去检查林心的工位 紧接着便开始偷梁换住冤枉 林心就是偷到贼 转移事件注意力你们挺会玩啊 可即便听到了林心的嘲讽 许文盲老爹却还是不怒放弃 意思很明显 我们就是栽赃嫁祸 你能带我了 这时听闻林心居然偷东西 同事们便开始了对他的语言攻击 见状许文盲老爹紧忙顺藤摸瓜 叫来保安就要把林心插出去 这时伴着一道怒喝声传来 先是总裁秘书的身影 走进了他家的视野中 随后总裁便闪亮登场 见此情形许文盲老爹紧忙又换了一副嘴 叫人赶快去泡一服龙锦茶 再拿把椅子给蒋总 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蒋总竟然连签约商都没离 只是对着林心走去 随后更是在大家的震惊中 将林心推到了椅子上 亲自为其奉茶 而更加精彩的还在后面 因为茶太套林心只是略微地有所表示 蒋总便开始在大庭广众之下 亲自用嘴小打茶吹凉 直到温度是一看到林心喝下去后 才露出了解脱效果 起身先是给了秘书一个眼神 下一鸟看着秘书走来许大志 这才意识到林心就是传说中 被总裁安排进了公园 而作为职场老油条的 他此刻能想到的办法 就是跪下承认错误 但他怎么也没想到 从秘书上的功德之 林心就是在外面赫赫有名的钱 投资了五个亿 也是这家公司的最大股东 意外神豪体验生活量 除身份以来无数员工为官追导 就连霸道女总裁也不在话下 为了讨好关系 不仅将曾欺负他的主管员工 全部派出 甚至还化身小鸟艺人的模样 亲自带林心去办公室 私下展示研发生 然而由于林心在数据 和代码领域完全逝得下 可又不想在蒋西岩的面前丢离 随即只能假装明白 而且为了鼓励蒋西岩继续 研发还追加了鼓励投资 见此情形 蒋西岩本想扭动一些身躯 对林心撒娇比较感谢 不料用力过猛发生了意外 以一种极为刚大的 姿势卡在影音中心 而当林心看到眼前 一幕不禁让他联想起了 曾经看过的影片场景 一部隶属于国外的主族资源 每当到了女主被卡住的情节时 才是影片高潮的开始 然而也是第一次亲身目睹 这种情况 他还是显然有点措手不及 一时间只能想到 先将蒋西岩拉出来 却已查了谈谈声音声传出 而当门外的隶属听到声音 本门的反应便是敲门 询问是否要他进去帮忙 但由于蒋西岩碍于总裁颜面 只能否定了他的情节 为此林心便集中生智想到了一招 那便是将他连椅子一起抱起 先放到沙发上换个姿势再试试 随后伴着一道极度幽默的声音传出 林心也不负众望 终于将椅子和蒋西岩分散了开 紧接着因为裙子 被椅子破坏露出的春色一幕 便映入了林心的视野 见状林心紧忙提醒了蒋西岩换衣服 随即两人便来到了 隐藏在办公室内的衣帽间 然后更是在蒋西岩的要求下位 挑选了一件衣服 这才被赶出了衣帽间 然而在透过窗户见到里面 那若隐若现的身影 相信是个男的都会走不动道 而林心也不例外 直接搬个小凳开始正面行事 就在他看的正入神 突然被蒋西岩的发言下来 林心我想正式和你说声谢谢 其实我的家族根本不同意我出来创作 只有你愿意无条件相信 并且还投了十亿给我 我发誓绝对不会让你投资亏损 然而他可能根本想不到 林心还巴不得他亏损 因为只有这样 他才能投更多的钱进去 到时候系统返还给他的 肥金才会更多 可听到林心让自己使劲花不够在要时 蒋西岩误以为林心是让他坚定信心 导致对林心的好感度 瞬间飙升到了52年 林心我换好了 请你吃晚饭可以吗 两人只是在人群中对视了一眼 便默契地一同朝着酒店走去 和一旁的吃瓜群众却不干了 造孽啊 往日高高在上的女神总裁 静主动提议去酒店开房 都杀了都杀了 然而即便是蒋西岩有心 林心却没想更多 如此身世举动 更是让蒋西岩对林心的好感度 飙升至了77个里 以至于饭后回到家 还特意和闺蜜心 我们的傲娇总裁大人终于动心了呀 然而面对雨萱的调报 蒋西岩一时间竟害羞起来开始紧急 你明天不是要和你的高中同学去矮资国吗 都这个时候了是激动地睡不着觉了 听到这里雨萱紧忙解释 称两人只是同学关系 紧接着又想到了什么便红着脸挂断了电话 想着自己第一次出国竟然是和林心一起 总感觉像是去约会而不是去办公呢 时间线来到第二天一早 位于矮资国的领事馆中 下人正对着归田会长汇报工作 表示资金已经准备充足 足够在几天后的拍卖会上买下任何东西 而再听说了林心还真的敢去矮资国参加拍卖会 归田会长便下定决心定要林心有来无回 十天后在飞往矮资国的飞机上 看着闷头不语的雨萱 林心还以为她是因为自己忘记买票 只能坐经济舱而生气 不曾想雨萱其实是因为听说了归田会长 也会去拍卖会而为了她的人心 直到看着信心满满的林心这才放下心来 这时只见过道上一个小男孩突然开始吵闹乱跑 并在雨萱的位置上停下了脚 接着便来到了雨萱的后座上开始又踢又转 而雨萱本想着回头提示小男孩这样做是不对的 没想到男孩竟然语出惊人 小小年纪出口就表示要看一下雨萱的裤衩才不放心 听到这里面色红润的雨萱自然没答应 可男孩却变本加厉直接来到正面 还把雨萱的手机撞飞 气得林心就要出手管制 却被雨萱拦住了去路才肯作罢 就是太善良了 这样的熊孩子现在不管长大后会更可怕 然而话音刚若让两人没想到的是 男孩竟然杀了个回马墙 并且这次是有目的性地勾住了雨萱的裙子 在用力向后撕手间 只听刺拉一声男孩便带着被撕坏的裙子 英生子弟 小鼻崽子你真是欠教育 而听到了林心的怒骂声 男孩更是像直接哭出了手 宝宝你怎么了 告诉妈妈谁欺负你了 孩子飞机上耍流氓跑步被抓 家长却过分溺爱反咬一口 这个骚杯 穿得露胳膊露嘴的 不就是准备让人耍流氓的吗 而听着女人说出如此过分的我 温柔如夏雨萱这样的人都气得开始反击 可女人一看就是经常说别人 特别有经验的那种 只见她先是假装捂住了熊孩子的眼睛 告诉孩子非理无事 而后便在大庭广众之下 是就因为有夏雨萱这种不知廉耻 才会影响到孩子们的身心健康 我说怎么有这么个小逼子 原来她妈已经没素质到不要脸的成名 还真把我们华国人的脸丢进 而见到突然展现强硬态度的林心 女人自知理亏 但还是扬言要找空城将俩人扔下飞机 不料此话正合了林心心意紧张 让女人快去快去 随即还不忘安慰夏雨萱不要怕 这种人就是欺软怕硬的社会垃圾而已 这时女人见自己的话没能吓不住林心 一时间竟又开始埋态她穷逼只配做经济舱一辈子起步 不料又触发重怒开始和经济舱的人大吵起来 见此情形林心只能无奈地主动联系空姐 希望把这大妈请回头等舱消停一会儿 然而此刻在空姐休息区内正上演这一场 而与我诈大喜 只见空姐小莹因为又补了五层装遭到同事吵 而见到春姐乱着点心她便起身拦住了去路 表示里面的费总是我的菜谁也别想抢走 这时见到负责经济舱的小方也走了 竟然更是惹得小莹心头一紧 但由于不敢吵到费总 她还是忍住了情绪没有发飙 但其实她们根本不知道 自己眼中的岩浆市卖飞机的富二代费总 也在想办法讨好那神秘的前途 而由于闹事的大妈是头等舱的乘客 所以负责头等舱事宜的小莹 只能无奈放下费总前去平时 您好客人 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这位大妈不好好在头等舱待着 跑来这里闹事影响我们休息 而见到夏宇轩竟然选择主动出击 林欣不免为她的勇敢竖出了大拇指 但大妈却不甘示弱 直接亮出了岩浆好运集团董事长夫人的身份 让小莹自己选择信谁 不曾想习惯了屈炎腹势的小莹 竟然真的替大妈开始报告 这下也彻底点燃了林欣的怒口 就在这时费总突然走进了大家的视野中 见状小莹紧忙抓住机会 俯下身展示服务顺便亮一下自己的凶器 这时只见大妈又坏了腹嘴脸 真不好意思吵到了你 我们曾在岩浆酒会上见过面 不知您还有印象吗 做完自我介绍后 还不忘天过头解释原因 就是这对狗男女在闹事 我缺了但没办法 他们这种低等人就是不听话 可就在众人都以为费总会给林欣好看事 不曾想费总竟学起了些 躬身双手紧握林欣开始展示谦卑形态 钱总是我呀 我是那个太子千金群里 名字就叫只是个卖飞机 我尼玛这又是个什么情侯 一代为了巴结一个富二代 竟主动让出头等舱的位置 就连听说了他不爱看某个妇女 都脱关系让航空公司永久 将其拉黑指挥人可消极 见识不妙那刚刚还很强势的妇女 竟又换了一副嘴脸 拖着孩子开始满地打滚 任何林欣欺负孤儿寡母 让大家平平 直到费总扬言要让母子落地 接受治安治 乘客们便开始鼓起走 风风有实弹地跳舞 这群人渣就该接受 飞机降落后 看着母子被警察带走 林欣总算是出了一股乐气 随后听到费总问话 林欣也诚实回答了他 自己是为了两天后的拍卖会了 听到这里费总面色突然一挤 表示听说归田见人 也要参加拍卖会 劝林欣一定要小心 这个矮自国的财法 因为此人心胸狭隘 为了获取文物不得手段 甚至出现过雇佣忍者和杀手 通过刺杀来达到目的 话音当落下雨轩 以为林拜勒当初曹骏 就是利用激进法 想让林欣步入圈套 可面对下雨轩的担忧 林欣却显得信心满满 因为此行不仅是为了 狂刷逆袭经狠狠赚上一名 而且他也要势必将那些 流放到海外的华国文物回家 然而他可能万万没想到 自己才当下飞机 就已经被人暗中盯着 只见一名粉发美女 双眼为宁间回想起了几天前 他接到的任务目标 便是对付今日落地的 华国亿万神号 紧接着女人 先是对着对角机说了什么 下一秒便发现 林欣正打算离开团体 准备单独去买水 面对如此好的下手机会 他果断戴上了 能令人眩晕的有不见证 只要拍在林欣后背上 效果马上便会展现 然而接下来出现的一幕幕 竟让女人打起了退堂 只见林欣因为商店卖的水太贵 竟然选择了免费的饮用水喝 之后听说了费总 被夏宇轩支走先行离开 本想着打车去往目的地 又因为打车费太贵 选择带着夏宇轩坐上了公交车 就连到了酒店办理入庄 为了使用优惠卷 都和前台磨叽了两个小时 熊逼吝啬贪小便宜 林欣的种种行为 顿时让女人把她误认成了夏宇轩的助理 但要想找到她的目标 华国亿万神好 女人还是不得不将目光 转向了这个被她认成小助理模样的林欣身上 这大神正要捕杀 却被一阵敲门声突然 脏话到嘴边竟又被她咽了回去 只一只外站着的 是一个三十六地美少女 女人自称是酒店服务员 特地为林欣来送晚餐 而且还非要看着林欣吃完才离开 而再察觉到了食物有问题 被动技能解百毒 便已发动解除了全部毒素 但让林欣吃惊的是毒素乃是军方特供 所以她便认定了女人 可能就是归田派来的杀手 随即她便决定将计就计 就地表演了一出毒素发作的形态 没想到女人竟然真的相信了 林欣的拙劣的演技 想趁着药效发作 询问林欣来自华国的富豪现在可不出 这时伴着系统声音传出 逆袭任务目标摘腾冤鸟的界面 便映入了眼睛 看着冤鸟对林欣的豪补度还是负数 但却丝毫没能影响林欣表演的欲望 只见她假装血运间目光 一直锁定在冤鸟胸困住 而被一直盯着的冤鸟 也只是慌恶的急 杀手本能便体现而出 顺势开始利用美颜技来寻求答案 不曾想林欣却左右而言她 我现在饿了 如果你能坐我腿上喂我吃饱 我就告诉你答案 不料鸳鸟竟也丝毫没客气 表示你的小助理要求还挺多 来吧 身为矮子国女子的觉悟我是有的 只要你回答我的问题 啥姿势你挑就行 那个富豪说了 只有在拍卖会开始的那一天 才会出现 听到答复后 只见鸳鸟先是移动身躯 这么姿势 随后又俯下身躯 轻声告诉林欣好戏开场 下一秒便突然用双腿 夹住了林欣的脑袋力量 瞬间爆发 直到看见了林欣双眼翻白 这才停止了夹击 抱歉小助理 等你睡醒了第二天 就会什么都不记得 双腱起身踹门而出 好啊你的小龟田见人 拍卖会没开始 你就迫不及待对付你 这次拍卖会 我还真是越来越期待了 话是难道拍卖会当天 伴着一众矮子 不关重欢呼声 龟田见人带领着手机 便步入了会场 这时鸳鸟本想提议 自己埋伏在门口 那华国富豪进门 就动手暗杀 不料却被龟田一口围绝 表示这缩头乌龟 躲躲藏藏 气势上他已经输了 听到这里鸳鸟 还想着顺便埋太医 昨天那个小助理 这时跟随着身旁 人手指的方向 他也懵逼了 原来他一直被 灵星玩弄于鼓掌之间 那个小助理 就是灵星本尊 见状龟田也明白 此时惩罚鸳鸟 已经为时已晚 只能硬着头皮 和灵星开始第一次交锋 姓林的你敢来 真很有勇气啊 但劝你在 龟田会者面前 还是低调的 我哪里敢在 贱人先生面前放肆 我是小辈 还请贱人先生 先请入场 希望等下 林先生不要让我失望啊 放心 保证让你大吃一惊 是矮子国最大的世界 及慈善拍卖 伴随而来的 世界神豪也是数不胜数 其中最为出名的 当属于东道主 龟田贱人社长 以及英国的马路牙子 法国的伯乐盖 中东的卡图鲁皮 而最后被主持人介绍的 华国神豪林星 却显得异常孤陋 就在大家都开始议论 林星可能是爆发户 特意来此地装低事 不曾想林星竟突然起身 来到了检台上 逼你把抢破了主持人的话 大家先把嘴都闭上 我说几句哦 我林星今天郑重宣布 此次拍卖会 凡是由我们华国的文物出现 我将势必全部拿下 说完还特意转头 看向龟田社长 表示奉劝大家跟拍虚谨慎 否则我怕你们输得很惨 你说是把龟田贱人 此话一出顿时 惹得龟田身边护卫牙之痒 可龟田却没把他的话 放在心上 因为根据手下报告 他已经知道了 刚刚那几个神豪金钱的上限 而他的底牌80亿现金 足够秒杀众人两个来回 想到这里 他甚至已经开始幻想 自己被新闻头条报到的伟大场 在他得到慈善家的名号后 便可以顺路碾死林星这个 不久后万随着第一件拍卖物 起拍价800万的远古香炉 被抬了伤 龟田上来便喊出了 3000万的报价 起你此正式状况 而由于听着夏宇轩说 此物根本不属于华国文物 林星便顺势没有出声 把香炉让给了龟田 见状龟田还以为 林星可能就是个嘴炮而已 直到第二件起拍价 1000万的青花瓷盘不出现 林星举起了手中的号码牌 在众人的见证下 三亿的一口价直接标出了口 可看着众人惊讶的表情 龟田却显得异常淡定 因为他清楚地知道 此物价值只在1.8亿左右 想当冤大头就当好吗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这小子花三亿 竟然就是为了送夏宇轩礼物 他开心 见此情形下雨 轩也不免面色一火 有的身旁女人 直羡慕看看人家看看人家 他喵的这是拍卖会 不是你俩秀恩爱的酒店公寓 因为两位富豪拍卖会上现场对标 从起拍价 八百万金硬生生地被抬到了五个亿 而且面对敌方势力的怒目之势 林星竟然选择把公寓当面送给了敌人 理由就是谢谢杀手摘腾鸟 昨晚的上门按摩服 这时看着暴怒的龟田社长 鸟鸟紧忙开口表决心 自己定然不会收取林星的馈子 不曾想归田竟反过来命令 他必须收下 这单大一幕顿时 让林星在鸟鸟心中的豪股跌落谷 但转念一想 自己还是第一次收到领悟 又豪股地飙伤 如此来来回回的上升下降 让林星也不得不配 女人的心思 男人还真是猜不准 索性先抛下系统给的任务 开始放出大招 当众扬言接下来的几个物品 不是华国文物 所以我就不出事 就让连你们这群没钱 还想装逼的人 而林星的话虽然引起了重怒 但效果还是很明显 眼见林星收起了号码牌 众人便开始纷纷举牌 可最终几件外国文物 还是落到了归田手里 而面对身旁大家的 阿谀奉承助手却看了名字 表示刚刚这群人 都在观察林星的一举一动 我们能得到这些 都是因为林星刚刚动了下手指 这群人还以为林星要出手 所以才 然而他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归田一巴掌给憋了回去 这时助手才意识到了自己的发言 让归田颜面尽失几毛 地上了 话音刚落只见一副起拍 甲八千万的华国唐墨十七山河图 被抬了上 一两亿五亿的报价 直接给会场推向高桃 而面对归田给出了八亿的报价 林星的一举二十亿 直接惊呆了在场所有人 这人是炒种啊 恐怕这付出的价值 也不够这么多情 然而由于屡次被林星压制 归田此刻的内心已经丧失了理智 根本没听住手的劝解 二十五亿的报价便喊了出来 行 你要陪我玩事吧 三十亿 话音当落怕归田上头身旁 众人紧忙围了上来一起劝 不料归田竟突然放下号码牌 笑了起来 我不跟了 三十亿这幅图归你了 直到此刻眼尖之人 才意识到归田在蓄意抬高价 林星完全被套在了里面成了冤谈 可林星却根本没理会这些 此时的他只想多花钱 让系统更多返还给自己才好 这时只见归田突然转头 吩咐手下 他的全部不动产 抵押贷款一牌一出来 因为他知道林星志在全部华国文物 只要自己把最后一件拍卖品拿下 林星不仅会拟受 而且从开始到现在立想的人设 也会轰然倒塌 所以这最后一战只能胜不能买 过了一会借款到账没多久 主持人便开始隆重介绍起了 最后一件拍卖品 琉璃观音起开展四亿 而此刻在场所有人无不将目光 全部放在归田和林星二人身上 我说归田社长 如果你在最后一刻依旧输了 那时候的你怕是从此在矮子国都 抬不起头了 我出三十亿 小子你就继续成口舌之力吗 已经花了这么多钱 剩余的钱是不可能比我多的 我出四十亿 原来你是这么认为的呀 那就继续吧 十亿六十亿 七十亿九十亿 一百二十亿一百六十亿 两国神豪在拍卖会上演神仙的价 一百六十亿的价格已经创下历史 但归田身边的助手却明 如此高价已经远远超出了他们的底价 就连平时不慎于表达的夏宇轩 都开始在劝林星及时止损 可是光归田在矮子国的个人荣誉 此刻他早已打算好 就算卖房子卖股权 也要将最后一件商品拿下 然而助手却表示 就算最终用房子和股权换来了这件文物 最后因为资金断裂 也会导致破产根本不知道 但其实归田心中也有他的想算板 在他看来只要顺利拍下这件华国文物 那么林星背后的财团 就会想办法来获取它 到那时候主动权便握在了自己手中 想出什么价格都是他说的算 而听完归田的叙述 冤鸟却表示 如果林星那边不要这个文物 岂不是竹篮打水一场 此话一出顿时气得归田牙齿痒痒 一头怒骂冤鸟闭嘴的同时 那架势就像是已经看透了林星的形式 告诉冤鸟自己的计划一定会成功 而事实果然如他所调 林星在听完归田160亿的离谱报价后 果断选择了放弃 至此这场拍卖会上 最后一件华国文物流离观音线 也有了最终归属 对于归田会场的主划行为 明令在场所有人都开始起身 对他不准气 可他却根本笑不出来 因为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为了赢林星 自己究竟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 不久后只见归田带领着众人来到林星申请 表示你不是发誓要买下所有华国文物带回我吗 现在不吹牛逼了 失去了最后那件最重要的流离观音线 我看你回去怎么交叉 说完为了羞辱林星还特地让鸢鸟找来一把伍式刀 扬言如果在矮子国碰到了林星这样的失败 抛妇自尽才是体现伍式精神该有的行为 你回去后可以去借去贷款 拿着199亿来我就把流离观音卖给你 这样你就可以不用羞愧至此 还能完成任务你说怎么样 然而听着归田这一戏话林星突然忍不住笑了起来 可看着林星微笑助手还以为他要讲价 竟也开始扬言一分都不能少赶紧滚回去筹钱吧 这时只见林星先是缓慢站起身 随后整理了一项衣服一句话便脱口不出 归田见缘 你这条狗是真不行啊 你神豪花费160亿百相关影响 本想以此威胁林星高价收回 不料却被林星反将军 气得归田对着助手就是一巴掌 想必你助手是听错了 我想要的只是曾被矮子博抢走的文物 但这明显是外销给你们的观音 像我是一点兴趣都没有 话音当落只见归田已经气得浑身发抖 而林星也看出了归田情绪有变速性 又加了一把我 我说归田兄这下你可是聪明了 以160亿的高价买了个只值4亿的观音 即使倾家荡产也要当冤种 我算是见识到了哈哈 说完林星正想和夏宇轩解释一下 便被众人突然围在了中间开始接受大家的亲吻 而伴随着众人鄙视的目光 突然一间归田还被人顶着跟头 气得归田跪在地上那架时就像是心脏病突发一样 直到林星再次来到他身边 留下了注意身体便向着门外走去 这轻蔑的言语也彻底点燃了归田的怒吼 只见他掏出手机便开始怒吼 出动所有归田家的武士和忍者 我要他看不到明天的太阳 不久后画面来到驻埃子国的华国领事馆 看着林星带来的华国文物 领事馆领导在对林星表达完感谢后 还不忘提醒小心归田 但在这栋楼里你们肯定是安全 可林星却像是丝毫不担心一样 还像领事馆借车要离开一会说有事要 而看着夏宇轩担忧的目光 通过林星的再三保证下 夏宇轩这才同意了林星离开的请求 过了一会林星便来到了地形停车场 他离开领事馆的目的谬 就是要以除后患不杀的归田是不罢休 这时在暗处两道飞镖突然朝着林星射 而林星也早有防备轻松躲过去 但却没料到这次来暗杀他的会是鸳鸟 神豪想收买冷血美女杀手才遭拒绝 雇佣精神被女孩展现得淋漓尽致 而在听说了林星要以两倍价格认法回头是主 更是直接恼羞成怒 拖着36亿大地雷便冲着林星跑去 可在接下来一系列的电光火之间 摘子鸳鸟也没想到看似普通人的林星 却总能化险为一种攻击 随即只见他双眼微眯 突然对着林星抛出一枚烟雾弹 炸弹在距离林星一米处精准爆炸 待到烟雾散去 冤鸟便以一种非常人的姿势 从背后骑在了林星脖子上 手中双刀大力向下扎去 那架势就是奔着杀了林星去 幸好林星反应及时用双手同时抓住了冤鸟的两个手 而攻击兽足只见冤鸟眼神变换节 竟想到了用双腿夹断脉的方式来结束战 不曾想林星张嘴便对着冤鸟的半嘴飞引去 下一秒伴随着一道惊呼传出影闻散 一个清晰可见的牙印便映入了冤鸟的眼中 这时冤鸟本想借机埋态林星不讲武德 不料林星却利用了冤鸟愣神的功夫 突然蓄力快速发起了反攻的号角 而当冤鸟反应过来后已经为时已晚 只见林星双手握住冤鸟的双臂 直见大力将它壁冬在了车上 这时看着林星那双略显得意的目光 冤鸟竟突然抬起右腿 奔着林星当步踢去却又被轻松阻拦 见状林星也没废话 直接用头磕中了冤鸟的脑袋 使其血运倒地这场地窟暗杀 才终于落下了帷幕 然而听着刚刚冤鸟的描述 外面还有好多归田派来的人准在等待暗杀 索性便想出了一招妙计 开始对冤鸟搜身警察 不一会就发现了藏在胸口内的吐真剂 紧接着二话没说 直接将要喂进了冤鸟的口中 不久后当冤鸟缓慢睁开双眼时 一道令他羞怒的话语便传入了他的耳中 别动 我给你为了吐真剂 现在是拷问时间我们开始了 杀手被困车库任由男人怼 可男人却解开了他的绳子 不仅没杀他反而对他发起温柔攻势 让杀手告诉自己如何在不伤害女孩的前提下 让女孩放弃对自己的追杀 林星的话让从未收到过关心的冤鸟面色突然变好 但出于对雇主的忌惮和职业素养 还是让冤鸟转过头一眼不拔 直到看见林星上车放过他准备单独会回归田 那一刻冤鸟曾自以为豪的冰星突然瞬间入化 不仅道出了归田的居住地址 还顺便将归田住宅的护卫情况全部告知了林星 并嘱咐林星一定要小心 因为他自己身知归田的残忍手 以至于他曾一度想离开 但都没有勇气对归田提起 这时只见林星突然将手放在了冤鸟的肩膀上 安抚他归田的死气将至我一定会对你脱离破汗 说完第一条油门消失在了地库中 林星的一番话让冤鸟突然对往后的生活产生了浓烈的希望 可好几个床身后传来的声响仿佛一盆冷水直接浇在了他的脑门上 随即林星逃离地库的消息便被传了出去 而斋藤冤鸟一次叛变也同样被归田手下回去 久后画面来到一处海上别墅中 此刻归田正听着手下汇报关于林星的情况 长时间的追杀污果让他瞬间暴露 紧接着便把目光转移到了被绑回来的冤鸟身上 还能按下遥控器 下一鸟的强烈的电击便让鸟鸟的嚎叫声传遍了整栋别墅 可让鸟鸟疑惑的是归田除了对自己使用小服电击以外 却根本没打算动用其他的刑具来逼迫 原来归田就是想保留住鸟鸟完美无瑕的身体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它卖出个更好的价钱 这时别人户外一道道枪响突然卡断了二人的对话 紧接着便看到归田对着对讲机下达了指令 出动所有忍者 围捕计划正式启动 而画面的另一端只见一人正在和子弹赛跑 所护卫的子弹却还是没抖过灵星的时间一击 伴随着一道强光将灵星笼罩其中 竖到深一扁电子身后的草丛中飞了出来 眼看着对方人手众多再加上有暗器加持 灵星只能选择赞避风了 跳下悬崖以求入海避险 可他怎么也没想到身后众人竟也和他一起跳了下去 原来这批人者乃是归田用高架雇来的精英 水下暗杀的能力就是他们身上的体现 在海水中正上演着异国对战 看着在水中犹如泥丘一样的灵星 矮子国刺客愣神的功夫危险已然僵致 一道闷响声传出也代表着一颗人头已经落地 此刻矮子国的刺客们也看出了灵星水下功夫了 本想节鎮群起而攻之 奈何灵星在海水中的行动速度早已超出了他们的认知 而在水下进行刺杀也正是灵星经过深思熟虑才决定 系统曾经奖励给他十分钟 编细时间足以将刺客们全部淹死 但由于如今矮子国的海水遭到污染自己也不能夺带 只能想办法速战速决 随即他便抓到刺客显流出水面唤气的间隙 瞬间将其鸟杀 而剩下的已经在海中憋起三分钟的刺客们 也不得不成了灵星的火把 画面来到海岛别墅中 听到外面没了动静归田 还以为刺杀成功开始大笑起来 紧接着目光下一来到鸳鸟身上 突然拿出了一管兴奋迷幻剂 表示麻烦已经解决现在该轮到你了 下一鸟将药水强制灌进鸳鸟嘴里后 更是丑太近路 等我把你玩够了再卖到泰国 想来斋藤家也不会在意你这个消耗品 听着归田恶心的话 鸳鸟内心已经放弃了挣扎 但在绝望之于嘴里还是忍不住念的 如果有奇迹 请让奇迹快点发生 这个世界根本没有神秘 但我可以保证一会就把你爽上天堂 话音刚若只听一道开窗声 突然自身后传出 来人正是刚把海中刺客解决的灵星 而此刻鸳鸟看向灵星的目光 就如同看见神明一样目入泪光 抱歉我来晚了 那几个人者实在太残忍了 这时归田还想着呼叫护卫队前来护驾 在被灵星一记手里剑打飞对讲机后 大量日着归田胸口就是一脚 这一击也彻底让归田失去了战斗力 紧接着在帮鸳鸟解开束缚后 便把刀递了过去 让他亲自解决掉归田一安的内心 然而看着正跪地求饶的归田 鸳鸟竟扔下了刀 选择打开迷幻剂的瓶盖 下一秒直接将一整瓶的药水 全部灌进归田口中 表示一刀杀了他太便宜他了 这一整瓶的量足够他死得很惨 随后在两人乘坐游艇刚离开海中 痛苦的哀嚎声便传进了两人的耳中 这时鸳鸟突然抓住了灵星的胳膊 弄得灵星一脸问号看下他 对不起刚刚归田给我喂了那个 我忍不住了抱歉 上和日的鸟们是演一样的感情 药丝发作让女孩自带涡轮增压 冲了灵国色海的悦耳声音传遍了整个海 避免提前脚枪灵星本想放慢速度 却遭到了斋藤冤女轻生埋怨 不要停 要一直保持这个速度开了 刹那间瓷器笔伏的声响和大海 融合成了一副美丽的环境 让大战整整持续了五个小时 这才落下灵 而灵星显然也不是那种提了裤子就走了 点看鸳鸟成了自己的人 却还想着任务失败 连回到斋藤家要接受处理他 委屈的眼泪落下的瞬间 一张VAP金卡直接出现在了鸳鸟眼前 这里有实意足够你脱离家族 以后你可以只为自己了 话音刚落只见鸳鸟对灵星的好感度 已经来到90% 也就代表着为鸳鸟花费的15亿 逆袭金的10%进了口 同时系统的奖励也随之谈了出来 但由于灵星还有事要做 便忽略了奖励的事 紧忙回到陆地将拍来的文物装机后 便告别了大使馆官员 踏上了回国之路 此时一道倩颖正目送着飞机离开 灵星 等我处理完个人事情后 我就去华国找你 等着我 不久后飞机落地 看着搬运工处理文物 直到系统的提示音响起 灵星这才发现自己 还没选择系统给了奖励 随即紧忙排除了两个低级选项 选择了一级奖励钢琴精通 正当大量有关钢琴的信息 涌入到脑海中时 一道声音突然打断了灵星的思绪 而来人正是听闻 灵星归国特意前来接机的罗亚西 只见他快速来到灵星身前 还没给灵星做出反应 就被亲了一口 我先带你去吃饭 然后我们去看房子 我挑了一个90平价值 150万左右的感觉特别合适 听到这里灵星瞬间双眼曝光 表示150万拿够啊 要送你就要送最贵的 然而就在罗亚西带着灵星找出租车室 他这才想起身后还有个下雨宣存在 幸好罗亚西正在路边拦出租 这才避免的一场战斗发生 而听着灵星说有朋友来接他 夏宇轩便红着脸 对着灵星突然亲了过去 表示挨子国这一趟 多谢他的一路照顾 接下来这些文物就交给我来安置吧 说完便红着脸小跑着离开了原地 可喵的我这是躲过了修罗场吗 头甲半爆发户抽着二手中划 一兜子豪车要是打火机 教灵星如何骗得美人归 不曾想他去看走而已 碰到了花钱不眨眼的真实意外神豪 就在刚刚灵星陪着罗亚西 来到了地乐义区别墅寿楼处 里面最贵的龙院一号 就是他此行的目标 寿楼员看到灵星一身地仓火 再加上他上来就要看 进一只上衣的龙院一号别墅 以为又是那些 为了直播来拍视频的博主 就把他介绍给了 其他寿楼员敷衍了事 这时听着灵星要为自己 能下这里最贵的别墅作为礼物 让罗亚西对灵星的好感度 瞬间飙升至了平之98 又能刷钱粉线 又能找好感度计 直让灵星爽翻了眼 就在这时两道身影突然走进 而听着身边女孩奉承的话 被称为金总的老头 便承诺女孩如果有看上了别墅 分分钟就搞定买性的送命 此刻听到罗亚西正对着别墅图测 指手画脚 很快便吸引了金总的注意力 可出乎意料的是 在听说了灵星要和他抢夺龙院一号 竟直接大方地让出了购买权 还要和灵星交个朋友 随即再看到灵星要上厕所 金总便紧忙从后面跟了紧 大兄弟骑虎难下了 你炮的那个妞太破烂了 我看你把持不住啊 此话一出顿时惹得灵星为之一愣 可金总接下来的虎狼之词 更是让灵星不禁感的汗颜 就说你这个富二代演的实在太假 我都为你担心 等一下你要怎么收场了 你再看看老哥我 爆发护眼的是不是天衣无缝 就凭一块兰博机 你要是打火机 就把外面那个妮妮片的团团转 这些都是我常用的装逼道具 看人下菜别 老哥我看你有演员 就教你一些炮妞技巧 只要998 30天的课程便让你带回家 与此同时在寿楼处断厅内 妮妮看着罗亚西便开始嘲讽他们 爱马仕包包房挺好的 而听到罗亚西竟开始狡辩说包包就是真的 便没在意只是提醒罗亚西我们不是敌 但同样是装名人吊统好你还是太难了 看人不准啊 看姐姐这个香奈儿包包 就是金总花12万为我买的 虽然你的猎物明显是抢富二代 但相识一场姐姐我等下一定帮你揭穿她的真面目 然后再把你拉进岩浆市明园去 保证让你一星期内混进上流阶层你看怎么样 然而此刻罗亚西却根本没理会她的话 只是看向从厕所出来正和寿楼员要签订单的灵星 紧接着两个六耳泥喉便决定在这一刻开始了双方的表演 一男友折腾一行回宿舍就要睡觉 惹得情敌室友嫉妒发出警告 可女孩却以为她无可救药 昨晚弄得我都要死假了 有能耐你也倒贴过去看她要不要 说完便倒在床上开始睡觉 第二天一早一阵手机提示音响起 看到消息内容后灵星这才发现 原来今天是自己的生日 大家都要约她想要为她庆舍 谢谢我很感动 不过我早就约好了和宿舍的兄弟们一起过生日 所以下次一定 在拒绝完无数女性的邀约后 便把目光转向了视野 而她却没看到室友们听到了灵星的吼 竟统一露出了诡异笑容 不久后灵星来到了一家高档餐厅门口 没想到宿舍内三个家伙会出血本 请自己来这里吃饭 想着自己上次到此 还是和严宝一起来 随即便拍了一张照片 准备发到群里 询问室友们自己已经到三楼餐厅了 你们到了吗 就在这时身后一个女孩突然误会 灵星在偷拍 让她删掉照片并抱歉 而且扬言就数三下 不删照片就要报警 看着面前这个还在自我欣赏的老娘们 无奈之下 那灵星只能把手机界面亮给她和众人看 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 我就算拍抖都不会拍你 这时罗亚西突然出现在了灵星身后 随即灵星就被领进了餐厅中 只留下了被众人嘲笑 整容脸丑八怪的下头 你在原地里拉切齿 而通过聊天 灵星才明白原来罗亚西已经提前买通了室友 所以今天这场戏都是有预谋的 灵星 生日快乐 话音当落只见刘怡诚竟也出现在了这 而且还送给了灵星一款价值五万的皮带 作为生日 可刘怡诚却反其道而行之开始埋怨她 灵星给你花了那么多你才买了二十万的手表 我这个皮带虽然才五万 但那却是我所有的钱 听到这里灵星直接转头看向刘怡诚 表示自己不会要她的礼物赶紧退了 可她万万没想到这拒绝的话 反而令刘怡诚对她的好感度突破了三分之九十 原来这女人还以为灵星心疼自己用光了积蓄才说出此话 暗自窃喜灵星你果然还是爱我 欢迎来到茶茶的双十一专属福利直播间 原价九百九十九的洗壶套装 在茶茶的直播间只要三十八通通带回家 话音刚落只见助理突然发出提醒 预计销量很低必须要上神秘嘉宾 随即让广大网友没想到的事便发生了 茶茶竟然把亿万神豪钱总请到了直播间带货和她打上了配合 归金如土的钱总能不能给我们的粉丝者一大波福利 没问题 我们都知道号称治理脱发完全无效的潮种洗发套装从来没降过家 但是我今天决定自掏腰包每人补贴十元 也就是二十八就可以把这些带回家 并且每十分钟就让茶茶在直播间表演一个才艺 大家觉得怎么样 废话不多说 三二一 上链接 眼看着销量持续飙升 此刻茶茶的内心已经被钱总的魅力彻底征服 然而当茶茶准备为粉丝们表演骑单车的才艺口 却遭到了网友们的疯狂吐槽 无奈之下钱总只能另一地蹊径 让茶茶撅起屁股趴在桌子上并拿起了一块白布袋了上去 而再次掀开白布时直接给粉丝们来了个变装秀 为了进一步刺激网友们 更是把手机摄像头对准了茶茶后身 下一秒一到极具诱惑的声音便映入了眼 这是为了不让直播间被查封 茶茶紧忙把手机再次调整到了身前位置 直到看见公屏上打出了正能量这才松了口气 与此同时位于隔壁直播间的另一名带货主播巧罗罗 直播了几个小时才发现鞋子刚卖了五双 直到助理告知才明白原来是茶茶的直播间爆裂 将粉丝都吸走了的原因 而同样是平台美妆带货一哥的徐探华 也收到了助理的提示 就连全站第一的买口红专家离将期 在推荐国货化锡子套装 甚至都把口红抹到了自己嘴上来吸引粉丝 都被助理通知销量惨淡根本没人看 可喵的一个卖便宜货的小主播居然把我的观众抢走了 还有我骄骂 叫人去他的直播间举报低俗给我往死里方 话音刚落没过多久茶茶的直播间果然出现了恶意淡 吓得茶茶本能的就想关闭直播间 不料却被灵芯拦了下 对着屏幕扬言到我们只是在展现青春活力自然健康的身体 你管得了我还管得了观众爱看什么吗 此话一出顿时惹的网友们纷纷点赞 就连椰子排椰汁的老板都发来了视频连线 表示支持前总健美的身材就应被宣传 而听到举报竟然没有效果 气得离假期直接暂停了大伙要和茶茶发起PK 紧接着便联合了其他两位头部主播向茶茶发起了挑战 见状灵芯竟然笑了 表示接受PK倒是可以带我要一个打三 输了喊我升爹就行 平台口红带火头牌男主播 因被网友吐槽产品太贵 竟公开在直播间侮辱网友工资低 让他们找找自己的原因再来避避 不曾想尽被亿万神豪查清了底细 数罪并罚直接被带走踩上了缝纫机 就在刚刚灵芯接受了当代三位网红的挑战邀约并要EV3 规则很简单 只要三位加一起分数超过灵芯就算赢 而为了尽快刺激消费 灵芯直接使出大招 把刘依诚和罗亚西一起请出来为大家热物 眼看着比分被瞬间反抄 三位当红带货主播便开始就写神 卖口红的要降价 推销农产品的打胆琴牌 卖鞋子的装萌讨喜 可即便他们使出了浑身解数 也没能阻止比分被瞬间抛杀 随着系统提示灵芯的直播间获胜 口红带货主播突然叫同了比赛 这是完事吧 给我找一批水军黑他们的产品 我看他们死不死 紧接着无数条恶意弹幕 便出现在了茶茶的直播间中 表得茶茶紧忙解释产品绝对没问题 眼看着销量直线下降 这时灵芯直接不装了 我亿万富翁我摊牌了 拿起电话就打给了他认识的所有富豪们 而随着众多大老十名站队灵芯 调货的产品 情急之下三位主播的狐狸尾巴终于显露而出 卖口红的气急半坏公开 侮辱网友没钱还装逼 直播间掉位破坊 带购国外鞋子的小罗利形成最惨 因为滴帐导致手机里颜功能意外关闭 蓝脸雀斑四方脸亮下了网友的双语 欺骗消费者罪名的帽子直接扣在了他头上 见此情形茶茶本以为事情就这么结束 不料灵芯却又把蒋熙岩和夏宇轩叫了出来 表示罪证已经查收 算算时间警察应该已经找到他们了 此时另外一边警察们已经开始行动 拿消费者当傻子的他们也终究付出了代价 而为了庆祝国货商品成交量通过历史记录 茶茶还特地为网友们准备了专属福利东西 但灵芯明白大家明显不愿意看这种 立刻大手一挥 通过这三位美女的亲身体验 网友们这才能得着 最后小白在这里祝大家双十一节日快乐 但要记得理性消费哦 亿万神豪双十一放外篇到这里正式结束 为了赢过情敌 竟当众掏出了兔女郎套装要回家穿给男人看 把餐厅所有人都震惊的同时 属刚刚被灵芯喷的老娘们最为愤态 所以在罗亚西和刘依成去厕所时便偷偷跟了过去 刘依成 灵芯态度都那么明确了 你还赖着不走可真没意思 你没看到灵芯对于我的礼物都心动了吗 该离开的是你才对吧 我说你们两个都别吵 他明显就是个渣男穿的骇楼 几美们清醒的 你们都是高质量女生想追你们的男生都排着对 犯不上为了那个渣男吵架吧 然而此话一出却仅是让两人愣了一瞬间 下一秒竟直接无视了老娘们的话继续开始吵架 另外一边灵芯刚准备逃离修罗战场 却在电梯口碰到了夏宇轩 原来是夏宇轩家族在这里聚餐 见到灵芯后便邀请了灵芯一起和家里人见读 下场这一幕又被女人看在了眼里 天哪这世界怎么办 比先前那两个女孩都好看的人怎么也围着那渣男转 这时灵芯和夏宇轩已经到了一楼 听夏宇轩说要接个朋友却让灵芯万万没醒了 她嘴里的闺逆会是锦西眼 所以紧忙利用了他们寒暄的间隙 偷偷离开了原地准备跑路 而势必要揭穿灵芯真面目的老娘们 已经用手机完全记录了全过程 今天这是怎么办 我可不想他们俩因为我和罗刘一样以后见密就成家 想到这里就在灵芯寻找地方准备时 位于角落的钢琴师便映入了眼帘 哥们换班时间到了 说完还把衣服抢了过来套在了自己身上 表示衣服忘记拿了 今天老板说不够一天时间也会发一天工资你可以下班 等人离开后灵芯本想随便糊弄一下 蛮过众人事业就好 没想到手材刚放到钢琴键盘上 系统从讲中间的钢琴精通便涌入到了脑海 随即在灵芯不由自主地开始表演 精湛的情意很快便吸引了全场的注意力 一起听一首钢琴曲 就能让女观众们喜无非非 更何况身为女主角的几个绯闻女友 看到灵芯竟然会弹奏如此高难度美妙的钢琴曲 玉手无嘴直接吃了 然而沉浸在音乐的海洋 每个人脑海中浮现的画面却大不相同 温柔典雅的夏宇轩在花海中和灵芯环抱温存 霸道女总裁蒋西岩主动求婚步入婚礼殿堂 活泼可爱的罗亚西与灵芯共度 沙堪派对美好时光 性感凶悍的刘亦成最牛逼 脑海中竟直接浮现和灵芯马上黑黑的场景 在这一刹那间时间仿佛静止一般 几个绯闻女友面色潮红 看着灵芯都在各思索想 一瞬间几人对于灵芯的好感度也是骤然飙升 琴声停止场向响起一阵掌声 但灵芯却感到一阵头 显然她的目的本是想利用钢琴师的身份 躲避目光 没想到却弄巧成桌成了全场交流 所幸刘亦成的好感度差1%就要逆袭完成 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一时间也让灵芯不禁感到一阵汗影 这时一群保镖突然将人流分死 紧接着号称沿江第一钢琴势力敌地变神亮登场 兄弟我看你是可造制裁 如果能进入我的团队我保证一年之内 可她话还没说完便发现灵芯已经不见踪影 片刻后成功逃出的灵芯正回头看着酒店大堂松了脑气 不料一辆摩托车突然急驰而过 两人相撞顿时来了个底朝天 回过神来的灵芯这才发现来人正是在邮轮上有过一面之缘的女警官 当两人都彼此认出对方后 女警官本想提醒灵芯摩托车比较重 压住了她的腿让灵芯双手使力尽量排出缝隙 不曾想灵芯仅用了一只手便轻松将摩托扶起 随即看着一脸震惊的女警官 灵芯只能谎称自己天生神力 又指了指女警官被擦破的大腿转移了坏 没事这点小伤我经常有 上次还骨折了呢 对了上次在邮轮上还没得及谢谢 你给我的邮轮 这时女警官话还没说完 灵芯便留下邮轮可以卖了捐给福利院的话后 快速向着远方逃去 为了测试自己是不是肾虚 刻意来到健身房一探究竟 巡视了一圈终于发现目标 便是眼前这个丰满又富有弹性的美女 很漂亮吧 我可以帮你追到的 大家都是男人不用害羞啊哈哈 说完在陌生男子露出浑身肌肉的一刹来 灵芯便明白了此人可能是健身教练 紧接着男人的一席话也验证了灵芯的判断 健身女生不喜欢若即男生必须要笑我这样 而我正是这家健身馆金牌四人教练卫龙 只要八千块两个月保证你练出完美身材 才让美女倒追子 说完再听到灵芯婉言拒绝后 魏龙便把灵芯定位成了穷逼转身离开了原地 这时灵芯正对着面前的健身仪器愁眉不整 看到有人经过便询问她是否知道怎么用 而就在女孩对灵芯讲解时系统 突然发出任务提示 发现高颜值女性开启逆袭任务 目标失落兵对宿主好感度超过90% 返还以花费逆袭经10%充当宿主个人财富 到达百分百则身份转换并更改从属关系 目前施洛兵对宿主的好感度为0 他喵的系统你真牛 戴着帽子和口罩你都能检测出来 莫非你还有透视功能 然而想归讲灵芯还是按照施洛兵的教学开始动起来 看到灵芯明显是个新手小白 施洛兵也没过多理会 转身来到另一边的角落找到了魏龙 当施洛兵摘掉帽子和口罩后 那绝美的容颜不禁让魏龙内心一阵乱产 再加上健身时不得不摆出的造型 一激动魏龙直接利用教练身份开始开游 就连拉筋都要紧贴着对方 惹得施洛兵突然警觉 表示自己不喜欢被陌生人有肢体接触 如果接下来还是这样的课程 那就麻烦给我换一套别的血 眼看着施洛兵福尽人情 魏龙眼神微靡表示 那就换一套看看你行不行 开合跳 波比跳 交替弓箭步 这一系列动作下来施洛兵明显已经吃不消了 可魏龙却没丝毫动容 并让施洛兵二选一 要不就付出辛苦 如今好不容易有的通道一定要投机 以最好的姿态去演出 可就在他又做了几套动作后 终于体力不知双眼一推晕倒在了地上 运动过量昏倒在了健身房 私人教练本想解释再回家 不料却被发现意图让人打得个正常 可这教练甚是投机很明显 女孩还有呼吸 却直接推开灵星就要进行人工呼吸 两人的争吵声很快便引起了众人的注意 就在这时施洛兵突然浑身抽搐 身体不停颤抖 见状大家都开始呼吁快叫救护车 可灵星却明白此刻施洛兵的身体 肯定得不到救护车的道理 随即他便紧忙召唤出了系列 在上次达成的百分百攻略 还没选择奖励的选项 快速选择了中医精通 刹那间一层庞大的信息 瞬间涌入脑海 伴随着一阵痛后 再次睁开双眼时 施洛兵身上的每处穴位都映入了隐 下一秒只见灵星开始 快速对着施洛兵身体点击 但一时间他的动作 还是让大家产生了误会 直到看见施洛兵醒来 这才松了口气 你现在的情况不能讨论 我扶你起来靠墙坐 话音刚落灵星高超的医术 直接引起一阵掌声 施洛兵也因此对灵星的好感度 瞬间飙升 而听着施洛兵叙述自己昏倒 很可能是因为教练安排的课程 惹得灵星一阵火大转头 开始质问魏龙 伴随着抢导众人推 魏龙的火气也开始飙升 你敢质疑我的专业性 我可是有高级健身教练资格证 你有什么证 我看你就是半桶水的中医 瞎猫碰死耗子侥幸才救了他 这时看着施洛兵拦住灵星 并扬言要投诉退退 魏龙的气便不打一处来 直接对着灵星发起擂台挑战 可他却万万没想到 灵星根本没犹豫就答应了 不久后画面来到擂台中央 看着体型完全不对等的量 大家对于比赛的结果 似乎已经下了盘子 因为这里的老会员都知道 魏龙曾经是一名地下拳击手 并且退役的这些年 一直没放松训练 这时随着擂台挑战正式开始 魏龙果然做出了一副 训练有素的样子 几个闪身间便来到了 灵星身前挥出了重拳 就在灵星利用戏骨 加持躲过攻击后 伴着魏龙紧随而来的上勾拳 又被他正面接住 一阵前笑声传出 灵星便明白自己已经上当了 魏龙为了吸引绑一大哥的助力 故意拍摄了男友视角给他看 可这放出去都是 点赞量破百万的画面 在大哥眼里却显得一文不值 甚至连眼睛都没眨一下 原来灵星刚刚才碰到了 真正的女明星 此刻她正在健身房 和教练进行擂台挑战 一颠倒的场面 让观众们不禁发出 一阵阵唏嘘声 而伴着女明星 失落兵的一声尖叫传出 直接一直被动防守的灵星 突然摆出进攻架势 下一秒便在教练震惊的目光中 拷贝了刚刚教练所有的动作 用他的招式全部招呼在了 他自己的脸上 而随着教练魏龙应声倒地被KO 一片惊讶声便瞬间传递而开 大家都没想到看似 若基体系上根本不对 走灵星最终会赢得比赛的事情 以至于原本为他叫来的救护车 反而让教练躲了过去 这时失落兵趁乱 紧忙把灵星拽到了角落处 表示自己有个不情之请 希望灵星能考虑一下 这是六万你收下 因为我的职业比较敏感 我不希望这件事被媒体传牌 虽然这些钱不算多 但却是我目前能拿出的最大数 只希望你能对外保密 我在健身房发生的事 而看着灵星竟然真的收下了钱 没有因为钱少去威胁他 感谢的同时心中 对于灵星的好感度 也瞬间飙升了五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女主播茶茶正告别 粉丝们下了波 看着手机默默地开始叹气埋怨 灵星就算不来刷礼物 来直播间看看他也行 回想起灵星在他身上 发费的巨额数字 想来任何投资都是要求回报 而灵星却没有向自己提出过任何要求 难道他要我主动送上你 他喵的响都别想记住了 男人只能是我的提款机警戏 可想归想下一秒 茶茶还是拿起电话拿给灵星 表示自己下周要去 岩浆市影视基地拍短视频 一定要来看我 时间线来到一周后的 岩浆影视基地入口处 看着灵星竟然真的来了 茶茶直接一个剑步 扑进了灵星怀中 同时把一个群演的工作牌 套在了他脖子上 表示这样就可以自由出入影视城了 而随着茶茶被叫走 开始拍摄的视频 无聊的灵星便开始在影视城内溜达起来 这是一个像似导演的人 突然叫住了灵星 要给他二百五眼一天难以替身 随后听说了居然还免费提供 盒饭灵星变愉快地答应了请教 当时小鲜肉手指被划破了两毫米小口 惹得他在拍摄现场一阵尖叫 导演紧忙找来群演当地替身 看着即将愈合的伤口小鲜肉 这才满意松了口气 再去往更衣室的路上 灵星竟发现了施若冰也在这个片场 同样施若冰也注意到了灵星 而看着灵星并没有想揭穿 他健身房的群是这次放下行的 不久后当灵星换完衣服 走出更衣室的瞬间 帅气的造型便惹来了一众小女孩的肩脊 随后更是在系统的加持下 仅仅拍摄了一遍就通过了导演的审量 而这部戏的女主角施若冰 在角落看了整个过程 想着灵星不仅会医术救了她 而且表演上还有如此甜 内心里对灵星的豪等度又上升了8的5分 这时男主角五一帆带着助理 忽然向片场外走去 原来是他的粉丝们一直在外尖叫惹 他不得不现身回 一番一番我们爱你 就像老鼠爱大米 这土到极致的口号虽然让五一帆想吐 但表面上还是露出了威胁 假模假式的要粉丝们注意身体要乖乖的 而听到五一帆的话后 稍微激动的女孩面色红润 已经有了为他生孩子的冲动 更有甚者还主动提一番的生日快到了 一定要在粉丝群里募捐200万给他买个生日礼物 片刻后五一帆便返回了片场开始拍摄 这场戏的内容大概就是男主从外底回来看卫风期 又要匆匆离开两人依依不舍的场景 而随着女主施落兵镇静了片刻 很快双眼便泛起了泪光进入了角色中 可就在他目光深情地看向五一帆时 换来的却是一张呆滞没有任何感情色彩的页 一旁的灵星探到五一帆如此演技差点笑出了声 可外面的狂热粉丝却不这么认为 尖叫着不停地在为他一气 音乐不见你竟是焦足了血 话音当落只见导演瞬间喊他 怒气冲冲地开始质问失落兵为什么表情忽然快 不好意思导演 因为五一帆说错了台词 我以为你会暂停拍摄所以才没忍住 你是导演还是我是导演 我说什么时候停就什么时候停 别在那扇做主张 说完便又来到五一帆耳边轻声细语起来 那个一番啊 台词里面的是憔悴不是焦足 麻烦你下次注意一下 别再念错了 这时眼看着五一帆听完就要发唬 加上外面粉丝们的大声 吓得导演让五一帆直接对着摄像机说 1234567就行 后期再为他专门配音 而想到下一场是要和失落兵拍摄拥抱的戏 五一帆便答应了请求还露出了一副邪笑的表情 千万粉丝男明星偶像在拍摄现场 因为对戏的是一个十八线女演员 看起场的美若天仙 竟当众开油丝毫没有演绎道德 女孩发现后紧忙暗自挡作男主的闲珠声 可这下也引起了导演的不满 见状失落兵本想妥协要求再来一次 却遭到了男主角粉丝的围攻 但灵星却打心底乐开了话 因为他本以为失落兵是女明星不差钱 刷不了密西金 现在看来情况恰巧相反 这时顺着粉丝们的情绪 五一帆也扬言不排了 吓得失落兵急忙上情道歉 表示我们做演员的不就是要拍好戏 如此才能回馈粉丝们对自己的爱 可听到这里五一帆却笑出了声反问失落兵 我有千万粉丝你这么努力又有几个人喜欢 此话一出顿失惹的失落兵一阵尴尬 随即五一帆又把目光看向了零星 表示自己累了如果非要拍摄 那就让这个替身替我拍吧 话音刚落导演直接不干了 而就在导演上前正和五一帆哀求时 听到消息的零星自告奋勇就想上位 可换来的却是导演的一顿语言跑 见状零星突然话锋一转 片场上不都是五一帆说了算吗 难道刚才是我听错了就是他要求我来演 这时只见就在零星的话刚说完 就看见五一帆果然上套 但他让零星剃眼男主角的同时 还露出邪魅一笑手忽然指向了后方 原来看了整个过程的粉丝们早就已经愤怒不如 见到零星竟然给脸不要 都纷纷掏出了手机拍下零星照片扬言要网报 可身为事件主角的零星根本没把他们放在眼里 只是看着失落兵递过来的剧本台词 上面清晰有序的规划让零星内心不禁发出一声感慨 看来这片场里也只有他真心想的这部戏拍好了 而导演迫于五一帆的压力 最终还是选择了妥协打本开始拍摄 而看着零星竟然真的背下了台词 失落兵震惊的同时情绪也被影响瞬间进入了角色中 镜头里即将分开的两人在黄昏下深情的慵望 眼中很自然地流下了不舍的泪 下一秒静不自觉地抛弃了台本当众慵闻起来